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木路來跟我們講一下 當初我們把這個題目丟給你的時候呢 你是怎麼樣去想 要怎麼樣介紹現當愛樂給大家 由於所有編輯做計畫的時間 不是在通勤 只是在洗澡 那我是在洗澡的時候 在腦中不斷吶喊著 我沒有電子 我沒有電子 所以這個計畫就變成了 以沒有為出發點的計畫 我在做這個計畫之前 有稍微詢問一下 我附近聽古靈音樂 以及以古靈音樂為生的人 他們為什麼平常是不聽現代音樂 或當代音樂的 大家都表示聽不懂 不知道他在幹嘛 大家都是屬於一個不了解的狀態 而未必是煙霧 所以我們就想說 以大家不了解的地方 主次地攻破現當代音樂的一些橋門 那因為小木本身就是 非常熱愛這個現當代音樂 就是以現當代音樂為實的 因為一般聽古典音樂的人 都比較沒有那麼偏愛聽現當代音樂 但你覺得現當代音樂迷人的地方是在哪裡 迷人的地方在於 他很刺激 而且你每次遇到不同的曲子 你要很快地堅持一套新的mindset 才能去了解 或甚至處在那個聲音當中 而不會覺得不舒服 OK 所以就是你要調整 面對現當代音樂的心情 對 每次都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所以並不要說 期待它是什麼樣的音樂 它可能每次都會蓋給你不同的刺激 那這次這個二不五沒有 我們來講一下到底有哪些沒有好了 絕對不是沒有點子吧 好 你訂的這五個沒有是 在聽古典音樂的時候 大家會非常注重的幾個面向 第一個是和聲 和聲當然就先到調性 所以第一個沒有是沒有調性 這剛好也跟現代音樂的發展 的時序是差不多的 27級的音樂是先從調性直接放出來之後 我們才有其他的一些花招可以搞 第二個是音樂另外一個重要的面向韻律 時間的因素 再來一個 你再一個是什麼 再來一個是沒有音高 哦 沒有音高 通常有音高的音樂 大家會比較容易記得 因為起碼你能唱 你不管旋律多醜 你還是能唱 那沒有音高的音樂 好像比較難記 但它其實是充斥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第四個是沒有樂音 受古典音樂訓練的人 老師一定什麼樂器都會耳體面面 你要注意你的音色 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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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色要美 但現代音樂有些人不太要求你要做出合乎我們一種標準的聲音 也就造成了相信那種標準的人 並不覺得你這個是一個好聽的聲音 最後一個是沒有聲音 如果我們看所有的現代音樂文獻 大家都會提到 約翰凱吉的三分之四十四秒 這個 四分三十三秒 四分三十三秒 不小心撿了好幾秒 這個重要作品這最重要是因為它裡面一個聲音都沒有 也由於第一個答應要寫這個特器人是 陳怡中老師 他是一個鋼琴家 他非常想要寫約翰凱吉跟費德曼 所以我就為他擬定了這個題目 我覺得像四分三十三秒就是一個 大家覺得很迷迷的一首曲子 如果大家也不知道的話 他其實從頭到尾的那個譜 他是空白的譜嗎 他其實有三個月長 每個月長的只是只有 結末 PACIT一個詞 然後你要對著碼錶把三個月長分段走完 鋼琴家唯一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拿著一個碼錶上台 因為要完完整整的是四分三十三秒 其實我覺得陳怡中老師在裡面講的也蠻好的 而且我很喜歡他的標題 他的標題寫說 如果有人想睡覺就讓他去睡吧 如果想要在空白的時候 睡覺的話就讓他去睡 剛剛感覺是五個沒有 那兩部又是什麼 兩部一個是不靠譜 不靠譜有很多種可能 一個是不靠任何意義上的樂譜 那可能就是即興 第二個就是不靠傳統意義上的樂譜 那可能就是一些指示或是一些甚至是圖像之類的東西 第二個沒有是不靠人 當然大家去聽樂會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看到一個穿著美美的演奏家站在台上 做一些看起來很困難的事情 現在因為不見得會讓這件事情發生 那如果這件事情沒發生 假設台上只有喇叭的話 那我們又要怎麼在那個當下自處呢 而且說不定連那個曲子都未必是由人寫出來的O 也有這個可能性 打破一些你傳統對於音樂的思考跟想像 最後除了二部五沒有之外 我們還有兩個單元 一個叫做辣當代 一個叫甜當代 到底辣跟甜有在得什麼 前面介紹其實都是在20世紀發生 大家已經討論過很多的一些現代音樂的公案 我覺得做個這樣的特技 我們有必要為讀者介紹一下 21世紀到底現在正在發生是什麼事情 所以我規劃辣當代跟甜當代 甜當代就是傳統語洞聽都回來了 這個是屬於對大部分的聽眾 就算你是個古典語聽得很深的人 你還是能夠馬上得到感動的一些作品 簡單來說它可能比較傳統一點 就可能比較沒有前面我們講的這些 二部五沒有的要事 稍微低一點點不是完全沒有這樣子 然後辣當代則是 假設現代作曲家不太理觀眾的反應的時候 那他們會做出些什麼事情 這篇文章我請的是我的一個樹洞好友 他在巴黎念作曲 請他問我們寫一下他在巴黎念樹這幾年 看到一些光怪錄理的事情 你說光怪錄理的作曲嗎 對 我覺得他那篇文章 因為他附上了非常多的連結 就是你可以邊看這個文章 邊去聽他提到的那些曲子 那你聽完之後呢 可能會改變你的五官 所以我們這次的二部五沒有現當代音樂怎麼停 其實我們真的不是想要用一個什麼很學術的方式 或是說用一個什麼音樂史啊 然後多麼繁雜的方式去講它 我們是希望說 因為現當代音樂畢竟就是一個我們時代的音樂 那它其實也是一個很常被誤解的音樂 所以我們希望用一點不一樣的方式 來讓大家都可以好好的透過這些觀點 來重新了解現當代音樂 那麼我們自己早餐匯報就到這裡囉 下次再見 掰掰 今天早餐跟現當代音樂好像沒什麼關係 那你們的早餐其實是這個 喔 所以你的意思是 這期有提到那個John Cash的蘑菇就對了 對 喔 今天早餐匯報大家喜歡嗎 喜歡的話能幫我們按個讚 或是按訂閱開啟小鈴鐺 有任何意見的話呢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麼我們今天早餐匯報 下次再見囉